3、2、1 蛤? 我們全都舉圈喔 可是只有先喜歡她 哈哈哈哈 搞不好出來了 好遲喔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小鈴鐺喔 拜託拜託 拜託 我覺得閉嘴 歡迎收看波波陪審團 男女關係不倒彈 這個企劃我們要透過 理性分析與和平的討論 來為大家解惠一些 男女之間常見的問題 就是我等一下會唸一個 網友來信的疑惑 那我唸完之後呢 我們的陪審團就會舉牌 圈叉看他們能不能接受 再來呢我們就會進行一場 和平的辯論 今天第一則呢是J小姐的來信 她說她在華聽的時候 赫然看見大學學妹的男友 還尬聊了幾句 跑去IG確認是同一個人沒錯 打聽了一下 他們最近感情很好 身邊的人也覺得 男生應該不會做這種事情 請問陪審團 J小姐該不該介入 去跟學妹說這件事 3、2、1 請舉牌 男女平均欸 這邊有兩個X 兩個圈 女生都覺得要講 男生都覺得不要講 不要介入 學妹她都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 是渣男 學妹是不是很可憐 以姐妹的心裁就會覺得 文本她受傷 要看妳被學妹想出手吧 搞不好他們反而就大互相知道 然後妳突然 欸 大清小怪 這不是很正常嗎 交往的時候反而都可以玩交往軟體 就是我們假設沒有先去 理性他們的 什麼交往模式的話 不得人家通過又過 自找麻煩 我自己一定是不喜歡被騙的那一個 那如果我到時候公開在網路上 然後大家都知道 就只有我自己不知道 那不是更傷人 我沒有要跟學妹講到我要投底卡 我問我發到學妹的男友 你要看妳跟她聊的過程 如果說妳跟她聊 然後她騙妳之後她單身 男生不行啊 所以妳覺得交往的時候可以用 沒有要看她跟她的女友的那個 所以妳有玩交往軟體嗎 怎樣沒有 前陣子有 就是交往中 什麼啊 這是交往 就這個按鈕來享受可能 是不是有人照她的照片 那男生很少有辯解的方式 如果那男生真的被告知 後面我被盜用 欸對啊 那如果她拿這個騙人怎麼辦 她就說不是她 而且她如果手機把APP刪掉 妳也找不到 好 她們覺得這個無解 我覺得只要參成 我覺得不講有點太自私 但不講又會覺得 好像有點過意不適 沒有要看妳真的看妳家手不熟啊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熟的 就是男友也不認識他 妳不會不要說 加油啦 我有一份經驗 看著我都分手 我覺得最後一個人知道 我真的會超難過 假如這樣妳會去怪 不只要跟你說那些朋友嗎 會有一點 這樣連他也在騙我對不對 我覺得還有一個可能是 也許那個男生 現在當下有點小不乖 可是他有可能改過自行 他可能一陣子 想得有點太好了 可是他不是現在就沒玩了 怎麼還會 他會覺得女朋友沒發現啊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就是要講 我原本有點偏向不講 因為我就覺得說 如果人家只是一時的小低潮 然後我就覺得不要去介入 如果他們之後重修就好 好好的就好了 我覺得講就有點像是 給那女生自己選擇 因為我之前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然後我跟那女生講 可是那女生最終還是選擇了男生 對他就說反正我們是要結婚的關係 所以原諒他了 我就覺得沒關係 我沒有對不起我自己就好 他可以聽我的 他也可以選擇他自己男朋友 我兩位 我也沒說服 好我們這裡有 女方獲勝 下一個案件是 B小姐說 她朋友跟前任分手以後快走不太出來 然後他們是和平分手 但朋友還喜歡前任 結果最近B小姐莫名的跟她朋友的前任聊起來了 一開始只是互回線動 後來甚至有加LINE 發現彼此蠻合的來 也有點曖昧了 但又覺得對朋友很過意不去 請問陪審團覺得 他應該跟對方繼續發展下去嗎 3 2 1 請舉牌 你不一定 不行你要選一個 你們都覺得不應該 你朋友就會硬改 因為你其實很早知道說 你朋友還愛著前任 到這個狀況 你還去認識那個前任 還願它更進一步 你過不去的話 那你一開始就連認識都不要認識啊 好像合理 朋友的前任比較主張 或者是一開始是用前聊 你沒想那麼多 男生既然一直在關心我 我就在想說 可是我不能對不起我朋友 對 拒絕 如果我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要去跟她嗎 對啊 你要對自己好嗎 我就喜歡她 我只是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那你的幸福是建立在你對我的能力 那我也沒辦法 不行 他們分手了嘛 但他們在理論上沒有掛鉤 那他遲早會走出去 那我遲早也會找到自己的幸福 這樣有道理 大不了我就是多等一下 其實那個前任太扎了 就是你跟女生剛分手 然後就把它去搞她 跟那個朋友 常常會覺得有時候 那種感情是你在不知不覺 只是跟這個人 不意間的交流到 不知道為什麼日久 就覺得好像蠻合得來 然後也習慣跟這個聊天 就你的出發點原本不是說 我是針對她 我要去跟她好之類的 會覺得跟朋友的前男友在一起很奇怪 就你可能在跟她親的時候 就會想說 我的閨蜜跟她有親過 我是幹嘛 很刺激啊 這樣不是可以約三個人 我聽完我會有點偏向 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就是像你說 對方會走出來啊 他一定得走出來 因為他們畢竟他們試過就是失敗了 不是說你不給她機會 那你怎麼能確定 萬一這個對象 就是你真的可以走一輩子 或是真的跟你合得來的人 然後你要因為這樣放棄這個機會 因為我現在覺得 身邊看很多人分分合情 你要找到一個 真的跟你合得來的 其實也不容易 就是她那個女友 如果走出來的話 還可以跟她朋友 就是聊一些那種 一起慢男生 萬一分手可以行嗎 可以嫌就這麼早 就是因為要才分手 那我們這題就是由我們的 支持方獲勝 我們繼續下一個 L先生表示 他其實比較默讀的人 不太會跟兄弟講自己的心事 但大概從半年前 就是他對戲上一個女生 蠻有好感的 平常的互動也不錯 偶爾還會聊天 結果最近同群的一個男生 突然跟大家說 他要追那個女生 L先生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請問陪勝團 這種狀況下他應該要放棄嗎 同一群的好朋友兄弟 可不可以追同一個女生 3 2 1 我們全部都舉圈喔 你跟東平競爭啊 那你的 可是只有我先喜歡他 哈哈哈哈 我出來了 好遲喔 這樣剛剛有發台詞給他 我從大一就喜歡啦 我開學第一天看到他我就喜歡啦 你如果喜歡這女生 你一定會跟你朋友講嘛 你一定會說欸 照常去 可是他就是不講的人啦 假設今天在他已經跟朋友講 然後朋友還去追的話 我感情上會很生氣啦 我會想說XX你幹嘛還要這樣子 他有情依多優道 可是我不會覺得他不尊重我道 喜歡就不是可以透露 就沒有先來厚道 因為我今天反過來的話 我是那個閨蜜 如果朋友跟我說他喜歡那個人 我就會跟那個人保持距離 我就覺得那我就不要再去跟他纏上 幹嘛找麻煩 他反正就你有餐 你就是蠻喜歡他 然後結果他還比較喜歡你 他不喜歡你閨蜜 怎麼辦 對不起閨蜜 試吃看看啦 不好吃就不算 是不是站在先喜歡的 不被選擇的角度 你會覺得不能接受 然後如果站在你是被選擇的那個人 你就會覺得可以接受 兩個相愛 第一個就是第三者 所以不會管什麼誰先喜歡的 沒被選擇的人才是第三者 該不會繼續追那就是 該 你還是會追 你不會因為顧慮朋友 我心裡先喜歡的 你先喜歡可是他先說出來 其實在別人眼中是 你朋友先喜歡 XXX 等一下你不講 L先生你自己不講 有點虧 所以不要太無難 就是誰就這樣 先去男人就下戰點 那我們這題還是 還是會繼續追啦 只是我覺得可以跟兄弟說一下 今天的BOBO陪神團就到這邊結束囉 有任何想法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